然后我就安慰他 我说没事 你爸爸给你找呢 这样的 后来我就考虑到 其实我主要觉得 他这个是有一个娃娃 有一个小婴儿 这个婴儿的利益 谁去保障呢 而且女方盯得很紧 女方放着话 一定要把他盯死 并且把这孩子送人 你看这个女方 对女方来说 这个女儿已经不在了 然后女婿呢 也抓起来了 他们也想 为女儿报仇呗 对吧 因为现场那么惨烈 想着你看 这个女儿不在了 女婿也被执行了 那么这个孩子成孤儿了 就送人呗 放着话来了 反正就是盯到底 就是说必须让他 必须让他这个女婿偿命 然后呢 让他偿完命 这回我们把孩子送人啊 就是放着狠话来了 然后后来也见到了 他这个丈母娘 脸上有刀疤 个子很高 很强壮 大女人 叫big woman 就是那种 没有多少女人 特征的女人 出门大嗓 张牙舞爪那种 说话的时候 手舞足蹈 一看就很强势的女人 所以 女人强势的话 命都不好 一般来说 命不好 他就哭诉 这个女儿可惜了 这个女儿 那么好的女儿 但实际这一切 都是他造成的 反正当时 其实 这个凶手的父亲 也说嘛 你看看这个警察 我们去公安找的时候 警察都给我们看照片了 现场照片 警察跟我说 你别找了 别花钱了 别找了这个事 别找律师了 保不住了 这个现场的 这边警察 虽然他不 去审案的 但是他们也是具体 他们会办理好多案件 他们知道什么样子 就会不会探死刑 对吧 就说这个案子 你别找了 这已经这样了 没救了 对吧 这么惨烈 对吧 当时人们还是 那种很简单的 杀人场命 这种观念 对吧 现场换前 杀人场命 他并不考虑 特别多的 其他因素 所以呢 从公安方面 从这个 侦察监督科方面 侦察监督科的科长 也说 这个肯定保不住了 然后其他的相关人 也说 又弱一个 又废了 这个人肯定不行了 但是我觉得 考虑他这个 一个时候我觉得 他这个凶手啊 所说的凶手啊 他好像 并不是那种恶人啊 因为人 从他的眼神 从他的举止 能够感觉出 他的性格怎么样 是一个好像 甚至有点窝囊 有点窝囊的一个人 有的时候 有的人 他平时很蔫 很老实 但是 他被逼急了 他可能会 这个人在路边睡觉呢 小小声说话 不要吵醒他 这才笔急了 他可能 做出的 事很横 对吧 什么 粘人出豹子吧 你看他是个老粘 粘人出豹子 最后就出豹子了 这些 特别大的事 可能是一些 平时 看 看起来 对吧 没有什么刚会儿的人 做出来的 粘人出豹子 真的出了这个豹子了 然后 再加上主要 他有这个婴儿 我也想 就是说 如果 按照当时 这个 不去争取的话 那可能就执行死刑了 又多了一个孤儿嘛 然后当时 我就跟他的父亲说 我说你 这个案子 我说你要找律师 不但要找 你还要找俩律师 一个律师呢 你要找一个男的 找一个女的 这时候就用法律技术了 男律师呢 主要从 你要找一个 黑脸的 就是能够 说话 斩钉 斩钉截铁的 能够 从法律上 把他说话说的 充满了自信 很能 很硬的 很刚的一个律师 就是说要造成这种 法庭的效果 就是让人觉得 理直气壮 对吧 底气十足 自信满满 这是男律师 然后女律师呢 你要找一个年龄大的 是已经快接近 做婆婆 做岳母这个级别的 这个女律师呢 就从 家庭关系这个角度 辩解 辩护 男律师呢 从法律这个角度辩护 后来他听从我的建议了 找了一个这样的男律师 找了一个女律师 最后呢 留住了 活下来了 现在他的孩子 儿子 已经上高中了吧 应该上高中了 这一晃多少年了 所以有的时候 反正这个 这个案子是我 去国外留学之前 最后一个案子 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一个 我可以认为是我职业生涯 在国内的职业生涯的一个 最觉得值得 评论的一个案件吧 包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跟我们这个 教刑法的这个教授也探讨 说 其实教我们刑法的 也不算 不知道是不是教授了 反正他也做过法官 在那个美国东部那边 法官 刑事方面的法官 我跟他探讨过 他说你做的对 他说像这样的案子 你必须考虑 不单单考虑 他的这个情节 这个动手的情节 要考虑整体的这个伦理 整体的这种 状况来分析 所以 他也就涉及到 其实是由 我刚才讲的 海口能安然想起来的 就是有的人呢 他 做了案 他是为了钱 这样的人呢 是不可宽恕的 谋财害命嘛 像这个女人 为了钱呢 杀害了自己两人男朋友 对吧 但是 后来这个案子呢 他不是为了钱 他是 一种最基本的尊严 比如说 他过年了 回来了 想跟老婆孩团聚 但是呢 被他的岳母羞辱啊 其实我觉得 内心还是 我甚至有一点点 敬佩这样的人 他敢于在最 对吧 被人踩到最底的时候呢 他 奋起反击 我觉得这种呢 当然他这样做的 可能也不对啊 他是失去理智了 后来我也问他 我说你 其实那案子 应该做一个 精神病鉴定啊 当时也是 忽略这个环节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 你 Excuse me Thank you 我说你那个 家族里面 有没有得精神病的 然后他说 他的一个二叔是谁啊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 就是精神病的症状 然后我一问他 我说你在 那个 持刀砍你的妻子和岳母之后 有没有想过自首 他说当时我喊了 我说我要自首 我要自首 但是 我的岳父和我的小舅子 冲进来 把我给他捆上了 拿棒子打到尾 拿那个板皮子 拍了他一顿 所以我想自首 也自首不了 所以从 这两个情节呢 虽然说他最后 没有认定成自首 他是被别人 其他人降服的 但是呢 他有这个自首的愿望 对吧 而且他的家族呢 有这个精神病史 后来呢 我去读书 我不是去国外留学吗 然后之前呢 在清华读一段时间 正常在北京嘛 有一天我的手机 就接到一个 当时还没有微信当年 接到一个短信 这个短信是 我不知道这个号码 是怎么留的 他怎么知道的 可能打听的吧 是一个北大的一个学生 给我发的短信 要跟我见面啊 他也自我介绍了 他说谁是谁的弟弟 后来我没跟他见面 我没有跟他见面 我知道他要 对我表达感谢吧 我也知道他这个家庭 应该是很 经济方面 已经很穷困了 因为打官司 奔波 也误了一些农活 什么的 我就没有 我说就不要见面了吧 我说你好好学习吧 希望一切的顺利 就是一切 尽在不言中吧 一会儿啊 好多年过去了 我也希望 能早些出狱 那个人啊 然后希望他的儿子 也能成为社会的人才吧 也希望 当年给我发短信 那个北大那个年轻人 也在 为社会做出贡献吧 其实这就是一种 你做事情之后 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之后 你内心所有的这种从容 你做 正确的事情 你做完之后呢 觉得 内心值得 甚至很有成就感 这是对的啊 而不要 单单的看钱啊 钱总是会花完的 但是 这种正义感啊 或者这种 对社会的正向的 这种付出 却并不是 任何时候 你都有资格 有能力 有机会享受到的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